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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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永正是災後心理輔導協會總幹事 這一天參加二賣情天娃娃 幫日本311大地震的災民打氣之餘 亦都為災後重建的工作籌款 震災後一個月 杜永正是第一批入到災區 和災民做心理輔導的香港人 為何我只是隔一條街 隔一條街沒有事 我的房子是有事 很多人會問這些問題 在一個災難的發生裏 我們不是問what 我們是問how 我們是希望能夠 在他們最有需要的時候 提供一個愛和關懷 同樣關心日本地震災民的香港人 建武曾經在日本留學 過去一年 他到訪北接福島的設城 東京 大阪和京都 發現部分日本人在震災和核危機之後 元氣還未恢復 最大的變化是 即使大家多用力叫大家加油 其實都是處於一個比較沉屈的社會氣氛 經濟繼續不好 店舖換得很快 唯一生存到的是便利店 100日圓店 和便宜的居上屋 副島國日本和四川地震災民的杜永正發現 日本的災民心理創傷程度較大 四川的農民一年 是大概賺1,000-2,000人民幣 一年 但是在日本的農民或漁民來說 每年是大概賺50萬至60萬港幣 所以當他們突然變成災民的時候 四川那群災民比較樂觀 日本那群災民 心理落差比四川更大 天在床上人心 地震引發福島核危機 暴露日本當局 應對核電廠事故的問題 就令到建吳痛心 其實會更加痛心 為何日本是這樣的地方 但是一些需要向民意負責的人 例如他們的首相 在處理東京電力如何 遮蓋那個災情的時候 他們最可以有辦法 令到一些有票投的人覺得 沒辦法了算了 我都是原諒你 要支援災民重建家園 和重拾生命的動力 杜永正多次帶領輔導員 去到福島、岩手、南雙馬等等的重災區 每次探訪要坐十幾個小時車 輔導的過程要面對語言和文化不同 他和有心的義工認為 能夠令到災民 包括痛失親人的重現笑容 甚至是釋懷 就是一份得著 我們輔導員和他做了一個 畫上句號的治療法 治療了之後 他哭了出來 我們輔導員都鼓勵他 就是覺得引以為榮 就是直接覺得 你兒子真的做得很好 你兒子一個人的生命 是換了很多人的生命回來 香港風頻電視機 記者 胡可物報導